前两天我不是买了一批红蜂呢吗 回来后居然把自己的同伴给吃了 所以今天 我赶紧出来给他们抓点小鱼 先把现牛王给他们打开 然后老样子 双汇火腿肠走一根 用这个当一会儿 效果更持久 前面的水草的位置 有很多的小鱼 还有这边 全都是虫群的鲸鱼苗子 放到这边就行 咱们就顺便的抓一些就够了 现在咱们去下游看看 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有没有藏着的小泥鳅跟小龙虾啥的 可惜啥都没有 这个位置 有很多的鲸鱼进来 所以我特意做了一个蓝河吧 只留对面一个进出口 为了抓到更多的鱼 那也是拼了 把这些石头 全都给它扔进了水里 摆成一排 让它们尽量高出水面 再用小石块 把缝隙堵住 这个位置 正好能够进鱼 顺便能够放下一个鱼网 看见没有 这么多的小鱼 分拉乱穿 等着以后鱼进来 咱们只要堵住口就行 走吧 回去 咱们看看龙子去 我感觉这里面的鱼 肯定少不了 来吧 让我来体验一下 包网的感觉 哎呦 过瘾啊兄弟们 来来来 出来吧你啊 把活最长挑选出来 留着下村药 这些小麦碎发色 还挺不错的 各顶各的活力十多 行嘞 全都给它们带走 够吃一顿的了 到家了 找个泡沫箱 里面放点压甲鸡兰 容易 然后把鱼 全部进去消炸一下 这个浓度 差不多泡个20分钟 先抓一条麦碎 给它揉进去 这还没开始呢 就有队友被误伤了 赶紧给它捞出来 单独隔离 抽抽 瞧见没有 这刚进去的小麦碎 就已经惨不忍睹了 鸿腹这些家伙 最擅长的 就是集体的战术了 只要一条发起了进攻 其他的全部露击袖子 鸿冲直撞 转瞬即逝 只受麦碎的脑壳了 现在马刚只受残战 这群家伙 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 熊嘞 明天咱们继续捞鱼 该犒劳一下 其他的母鱼了